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微波设备 及时传送现场画面 目前总共有5台无人机 和22位考取到证照的队员 未来将应用在交通疏导和刑案侦查 从地面到天空建构立体收正 全方位掌握现场围安状况 不管是从空中监控交通车流 以及大型集会时的人流状况 或是搭配热显像功能 在侦办刑案时取得战术优势地位 台北市警察局首支无人机队正式成军 现场展示各式大宗小型无人机 干扰枪等设备 市警局表示无人机队 可结合监视器及微波设备 及时传送现场画面 从地面到空中 全方面掌控现场状况 成为维护治安的新力气 我们现在市府在科技见颈的一个政策之下 我们市警局对于科技侦查设备 非常的重视 所以其实我们在很早 在109年开始就开始编列预算 规划要成立无人机队 那无人机在我们的翻队正常上 最大的功用就是 它可以很快速的很激动的 而且是隐匿行踪的一个状态 来帮我们做高空的收整 特别是夜间或是一些场域 不容易抵达的场域 可以帮助我们做快速的俯瞰式的收整 在我们政办形象上非常有帮助 是的 我们会跟市政府工训处 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个训练单位 来合作继续扩大机首的一个训练培训 那希望可以在明年112年 将我们的训练飞手提升到30名以上 根据现在民航法规的规定 那现航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黄区是60公尺以下 是不受飞行限制 绿区120公尺以下的飞行 也不受飞行限制 所以我们只要 我们台北市呢 大部分都是在黄区以上 甚至是红区 那如果在黄区的部分 我们只要在60公尺以下 实施飞行收整 应该可以应付大部分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有必要飞行到60公尺以上 或是到红区去进行飞行的话 我们会先跟民航局去申请 限制飞行排除 排除飞行限制的部分 让我们勤务可以顺遂来执行 国庆日的部分呢 我们执行勤务最主要会是放在干扰墙 那无人机的部分呢 因为国庆日它有它的 比如说有这个飞机进场 有一些阅兵的仪式 我们可能会考量到 是不是有需要用到无人机来进行我们的勤务 那这部分应该还是要配合整个国安的规划 所以大部分我们国庆的勤务上呢 会以我们的干扰墙为我们主要执行的设备 我们会试每次选举的情资 还有它的一个人潮聚集的情形 来衡量是否是要派遣无人机 那通常我们会是以交通观测为主 那这个选举的造势场合 也会以干扰墙为我们主要的这个执行的一个项目 由于无人机它的这个设备是日性月异 那包含像热嫌相关的一个附属的设备 也是每一年都在进步 所以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明年其实已经办理采购 那明年会正式那边 有具有这个无线 这个红外线跟热嫌功能的无人机会有两架 那边 那未来如果有更高档次的这个更高规格的设备需求 我们会跟厂商来讨论用租刃的方式 假设有临时有任务要执行 我们就用租刃的方式来执行我们的任务 因为其实无人机这个东西对我们 就是一般开出所的请务就是比较不一样 那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做接触 那因为我们当时是有一周的训练 那都是在户外 那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所以可能一开始比较陌生 但是因为教官他都会一一的指导 所以现在长期下来就其实还算可以 因为我们不会单独飞行 那我们旁边都会有一个观察员做陪伴 那其实有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 其实旁边的人都会给予协助 因为我们都是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 协助犯罪侦查 那可能那个请务跟一般的练习 当然是要就是更加的小心 市警局表示由于台北市辖内机关林立 大型活动及集会游行频繁 治安及交通状况较为复杂 过去远警执行犯罪侦查 聚重违安及交通疏导等勤务 常受限于装备及地形 而警用无人机具备隐匿 机动快速等特性 将可大幅提升战术执行成效 保障远警的执勤安全 最主要的功能是要阻断 无人机的跟操作者之间的讯号 那阻断的范围呢 大概可以在500至1公里之间 都一旦一发现 马上可以进行阻断的动作 那阻断的效果 包括使无人机迫降 或者是使无人机归航 那一旦它归航呢 就更有利于我们去查找 谁违法操作无人机 所以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 防止无人机进入到限制的场域 或是干扰活动的进行 我们来做这个无人机讯号阻断的动作 那接下来的部分呢 是我们历次发现了 可能需要夜间或是需要热险 等不同的功能 来去发现无人机 那所以我们增加了望远镜或是热险的 相关的一个无人机的机具的配件 再往后这边是我们的 机队的主要的一个机型 那这个比较小台呢 是Para法制的机型 那这个机型呢 它很轻 只有320公克 所以它引力的效果非常好 虽然轻 可是它可以抗高峰组 五级峰的部分都没有问题 而且飞行的时速最快可以到 每小时55公里 飞行的时间呢 大约是30分钟左右 那这边呢 是我们主要我们的主力的机型 这两台是我们跟这个协力厂商中光店 来合作研发的机型 那这款呢 主要它的重量呢 是3.2公斤 所以呢 它也是这个四轴的旋翼的这个无人机 它能够承载的重量也比较重 那未来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机型下去搭载 搭配这个热险鱼跟红外线的部分 那这款的机型呢 最快呢 时速可以飞行到60到65公里 所以也是非常的机动 非常的方便 那接下来第三款 是警政署 警政署所拨发的 这个卓恩智能的这两款 这两台 是卓恩智能的新 那它更重 它4.5公斤 那它主要是还是操作在这个风势 比较强劲的时候 这个重量比较重一点 那飞行的时速呢 最高呢 可以到70公里 所以这是我们主要的机型 那目前如果我们有不足的地方 就会 比如说需要热险 需要其他的功能 像这几款都具有4G传输 所以刚刚副市长指示的 像数据即使回传到大数据中心的部分呢 这几款都可以做4G传输的动作 那未来如果有更高的传输需求 或是红外线热险一等 视线上的需求 我们可以再跟厂商来做 这个规格升级的主任 我认为警察局应该要扩篇 在我们的CCTV 还没有装更精密的镜头 我之前这个是有必要的 另外我今天是希望说 这个机队里面应该要跟什么联系 现在我们在做智慧路灯 智慧路灯指示它是一个载具 上面我们有5G的这个机器 然后我们收集的资料 要往哪里传 要往我们台北市政府的大数据中心来传 这代表说我们台北市的大数据中心 可以马上掌握市区里面所有应该管理的资讯 应该管理资讯 那最近COVID-19 我们大数据中心 也知道在我们的集会的时候 人从哪里进 人流是往哪里流 我们都有记录 另外就是把整个的大数据 包括COVID-19所产生的 这个已经确诊的人数的分布情形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交通 包括计程车的这个在整个道路上的密布的情形 所以如果今天无人机队 慢慢的我们建议更为广泛 相信把即使的资料 传到我们大数据中心的话 对我们市政的管理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帮助 当然我们这个无人机队里面 包括说侦查犯罪交通的观测 以及最近我们青山公的这个绕境 灯节等等都发挥很大的功能 我想这个我们是科技进步的时代 尤其是AI这个慢慢的发展的时代 我们应该精益求精 不只是我们的机械设备要进步 另外我们的管理更要进步 我们后勤的包括 这个叫Letsport 就是这个仪表板的部分 我们可以充分的显示 目前市警局配有五架无人机 和22名具有专业飞行证照的队员 112年将增列两架具 红外线热显向功能的无人机 并扩大飞手编组 持续提升机队的能量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 麦路第十二届的长庚永庆杯路跑 台北嘉义高雄三地 将在10月30号同日开跑 台北会场在总统府前广场举行 长庚医院指出 今年邀请有跨栏王子称号的田径国手陈杰 担任活动代言人 也鼓励民众养成规律适度的运动习惯 可以有效提升免疫力 降低疾病的发生 长庚医院将在10月30号举办2022年长庚永庆杯路跑 台北嘉义高雄三地将在同日开跑 这项路跑活动今年迈入第十二届 长庚医院表示 与病毒共存已经是全球因应疫情的趋势 而运动是提升免疫力很好的一种方式 因此长庚永庆杯路跑 今年照常举行 今年的路跑活动也邀请有跨栏王子称号的田径国手陈杰 担任活动代言人 首先呢我还是要感谢说就是长庚 对我就是这么多年来的训练的支持帮助 那即使我们每天在长时间的训练跟跑步上 我们其实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热身 那热身就是在唤醒你的身体 然后有助于就是帮助一些伸展的一些肌肉 还有活动一些关节 然后这些都可以有助于提升你的运动表现 那再刚刚说跑步我们常需要使用到的就是肌力 那肌力就是支撑你的肌肉 然后也可以降低这个受伤 还有这个提到的这个几率发生这样子 那其实如果我觉得说像一般跑者的话 在家里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像是起立蹲下 深蹲啊或是弓箭步分腿蹲这些 从简单的开始 那如果还需要更 需要更专业或是提升自己的话 其实像现在我在外面也蛮多这种跑团 或是我们可以从网路上去学习一些知识这样子 那在每天的高强度的训练过后 那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话就是所谓的收操 那收操也是可以增加这个恢复的能力 然后来接受隔天这个更高强度的训练 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我们三届奥运参赛国手 也是我们国内400公尺系路的保持人 陈杰陈选手 担任我们的活动代言人 刚刚我跟他站在一起 我就想要跑起来了 好 那每一年的路跑我们都有一个主题 可以让大家跑得更健康 所以今年的主题就是如何正确运动 有效提升免利率 那么这两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 像我们国人都很配合施打疫苗 那么政府也在公告10月13号 就有机会开放边境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与病毒共存 那么如何提升我们免疫力 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那顾线上来讲 我们安凯是从从早上的第一场 是6点的竞赛组10.5K 那也是刚刚我跑到黄金路线 就是我们跑的是仁爱路 那是由西向东 那到了金山南路左转 到冰箱街做一个折返 那这个人数有3000 大概700位左右 也非常的不容易 那第二场6点十分 就是我们休闲组的 那我们这边除了我们的一些选手之外 我想喜爱运动的 甚至我们长庚体系的这边 也包括整天有7000多位参加 所以这个路线上来讲 我们就比较稍微简单一点 就是仁爱路西向东东 出发到金山南路口折返 林口肠根医院肾脏科医师指出 肌肉是人体重要的免疫调节器官 规律适度的运动好处很多 也可以促进肾脏功能 但中高龄民众还是要衡量自身的状况 调整最适合自己的运动量 当你的透过运动以后呢 你的抗体你的体系绑都会变好 所以它对于这个急性呼吸道的感染也会变好 那此外呢 运动因为它会消耗我们的能量 所以可以改善肥胖 改善第二型的糖尿病 那这些都是COVID-19 它的重症的因子 所以这些东西也都是有帮助 那运动很少大家都知道 对于心血管是有帮助的 那很重要是运动可以减缓免疫老化 那对于肾脏其实是有帮助的 因为肾脏病最常见的原因 就是糖尿病跟高血压 所以透过运动改善肥病 改善高血压 当然对肾脏是有帮助的 那而且我们多慢性病的患者 平常会感到焦虑 或者是我们现在在COVID-19的时代 你不小心得到COVID-19 然后可能要被隔音 其实大家都会有焦虑的情况 怎样改善 运动就是最好的情况 运动的话 其实是根据每个人的需要 以及每个人的状况 来调节最好的状况 所以如果是中高龄的人的话 我们会建议 如果平常没有做过运动的 可以在路跑之前 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训练 那这样子可以让自己身体的状况 慢慢可以适应比较长程的路跑 那在路跑过程当中 在选择的时候 如果之前比较没有经验的 我们可以不需要去选很长的 可以选短一点点的 而且运动的过程当中 不需要跟别人比快 因为目的是要健康 而不是需要去跟别人竞争 那根据自己的状况来做调节 那有不舒服的时候随时停下 因为在我们路跑旁边 都会有我们的人员在帮忙注意 那另外就是在路跑的前一天 请大家好好的睡一觉 让身体保持最好的状况 当天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 来参加我们的路跑 长庚永庆杯路跑活动 今年也结合许多协办单位 共同参与 长庚体系公益及乡务阿波 当天也会在现场和民众互动拍照 目前网路报名已经结束 想参加路跑的民众 10月6号起可向各地的长庚医院报名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为了响应2022国际失智正月 任世失智症及阿兹海默症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 特别邀请奥运金牌选手郭信纯 和资深艺人许杰辉 联手斗趣演出维电影 透过生动的剧情 让民众了解失智症 会出现哪些警讯 呼吁共同来营造 失智友善的环境 奥运金牌举重选手郭信纯 与艺人许杰辉 与国民健康署合作 演出失智友善的宣导为电影 两人幽默逗趣的演出 带出了罹患失智症可能出现的症状 令人印象深刻 呼吁家人不要忽略这些警讯 及早就医不耽误 另外影片中也推广 失智友善的观念 那我们现在来练肌肉 好吧 那我们把亚铃举起来吧 好 亚铃 亚铃 我的亚铃先给各位照顾 我的亚铃 我的亚铃 亦哥 亚铃 怎么跑来啦 这样会穿包 趕快去 我会穿包 这样子 教练 不然我去搭我喝口水 等我一下 好 这我说要切 亚铃在这里 我切都没有 好 现在切这个要做什么 要来长肌肉啊 那在微电影的亦哥 有这个在热声的时候 数错拍子这个问题 数错拍子 判断减弱的这个征兆 对 那把亚铃放在冰箱 是物品错置的一个 征兆 对 然后还有在 对于自己熟悉的这种运动 感到困难 这就是一个 就是不再生认的这个警示 那其实有这些征兆 所以我们不要去忽视它 就是急倒的去到医院 这样去做一个 请医师做一个诊断 看到大家这么热情 就知道大家也很关心 关于这个失智问题的 大家真的要共同的 多一点的来关心这样 那刚刚我们影片里面 或者是我们前面 很多的这些讲解 我相信 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我其实这一次合作 我比较跟他们在沟通的过程 我比较强调是说 如果家里面有失智的病患 那第一个 不要认为说 哪有这个朋友我没有 然后感觉不好意思 不用 就真的 好好的去救医就好 不要认为说 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那第二个是 家人友善的共同陪伴 比方说他如果做错什么事情 然后请不要对他 有一个不好的表情 我模仿给你们看 你怎么这样 就是老是 对这样子的患者 不要有不好的表情 所以他一直在挫败 一直在挫败 我觉得会加深他的病情 可不可以友善 或者是更有技巧的跟他互动 那当然可以远离一些危险 或者是问题 所以我在这一次的 这个微电影里面 有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就是友善的对待 那其实我还蛮感谢杰何老师 其实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他有发现到我的一些不安 跟那种放不开的感觉 对 所以他一直都会来引导我 然后指导我 然后就是 让我可以比较放开的去演 对 然后其实我也很感谢杰何老师 其实他的精湛的演出 大家刚刚也看到这样影片 其实你会非常的深刻记在脑海中 其实是真的有哪一些征兆 去从他的演技里面 就是可以很清楚的烙印在自己的脑海中 对 我第一次跟郭静淳见面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是去开会 然后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友善的有握手 这样 但是我心里怕怕 我心里说他那娘有力 他手不知道把我抖下去 怎么 可是我跟他一握手 我整个人眼泪就快掉下来了 就是感动 然后人家那个练 练练 练练练到我们如果说 手上有长茧 是一颗一颗的 他是练到长一片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哇 这个这个女孩子长得漂漂亮亮的 要吃多少苦 才可以有练出这样的成就 不好意思 我刚刚是前一趴要讲这一个 我就忘记了 你可以原谅我吗 可以 可以 好 那我接下来来讲这个就是 我们寻求协助 好 那么 其实各地的共造中心 都可以得到一些协助 最主要是 我们出来有人 有这种状况的话 是到各大医院的精神内科 或者是精神科去求助求诊 好 啊 我们大家 如果去挂好 就要挂到所在 不可能欧白挂 这样 郭信纯与许杰辉很开心合作 演出为电影 互夸对方敬业又专业 而为了加深民众 对于失智症的认识 国舰署也安排 举重女神郭信纯 现场停举 失智症十大警讯的举重 因为 我们应该从来没有看过 信纯举这样的举重 哈哈哈 这个举重多重啊 对他来说一定是一块小饼干 一块饼干絮而已 不只是一块小饼干 好 接着我们请信纯就位了 可以了吗 热身好了 好 我们大家一起许 三二一 好不好 三二一 我们给他加油鼓励 三 二 一 请举起 认识失智 掌握健康 大家一起来做我们的健康金牌选手 你好 卫福部政务次长王毕胜 老人家那些不要查不到就好 其实这些都是警讯 比如说他平常以前 他不会很多疑 他现在会说 我东西没什么 你把我偷偷 怀疑家人偷他的东西 或是什么 这些都是很明显 但是我们有时候 就是去忽略他 另外就是 这个记忆衰退 有时候我们讲说 老就记得比较 可是 有时候我们要去注意他的程度 就是说他以前好像有时候会稍微忘记一点事情 可是怎么忽然之间好像差很多 怎么连东西摆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因为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常一起生活的人 才会去注意到 比如说他平常只是说 哎呦 这个人说没头发 有时候数字记不住 可是他连就像刚刚连雅铃 都会放错地方 都不记得我什么 我在一二三 算到是的时候是讲不出来 像这些都是生活上 我们会去注意到 可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去忽略的 我想这样是 提出这些例子 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 这些相关的这个症状 我想这个全台湾 包括我们的友善的一个商家 那我们都希望做大家一起来 那今年老学学校呼吁的是 希望大家在一起 那我们能够可以做的更多 所以我们在私自的工作中心 目前全国部件大概有 一百一十几个 那么我们的市集祭典 大概有五百多个 那我们的所谓的营养中心 社区的营养中心 目前在六十个 那希望说我们这样的逐步拓展 能够让整个我们台湾的话 未来对于私自者能够更认识 那希望透由今天的所谓的记者会 能够这样的维建年 提高民众的健康势能 也能够提醒民众 大家对于私自的一个认识 国建署也指出 台湾私自政资源建制至今已超过十年 长照2.0计划 已纳入五十岁以上私自者 提供各项服务与协助 希望大众能关注私自者 与照顾者的处境 共同营造 关怀包容的私自友善环境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Homeplus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真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能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真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轻流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双向园是台湾驻美大使或代表接待重要宾客的场域 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即将在华盛顿双向园 举办台湾工艺形象展 展出28件台湾跨世代工艺家作品 展现台湾推动绿色工艺的卓越成果 三 二 一 请 请动 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张仁吉 与多位嘉宾一同用木锤敲击木损 宣告即将于华盛顿特区时间10月5号 在双向园举办台湾工艺形象展 展览以Green Talk为主题 展出28件台湾跨世代工艺家作品 以工艺创造对话 展现台湾工艺友善自然 社会与职人的工艺精神 我们企图以这个Green Talk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做诉求 那我们以工艺为介质来做探讨 那我们想工艺不只是一个物件 所以我们企图以Green的这样的一个value 或价值或精神来做 我们所要传达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精神 因此我们所谓的Green 讲的是一种 以绿色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这样的一个性格主张来做描述 那所谓的绿色讲调的是一种 台湾工艺着重这种自然循环 平衡宽容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精神 所以因此我们以绿色的这样的Green 来做我们的Content的基底构想 我们名为Talk讲的是双线圆这样的一个 国际对话的一个空间 事实上它就是一种文化的对接关系 是一种文化的对流关系 不只是视觉的一种这种表面的 或者是视觉上的这种的一个对话关系 因此我们就以Green Talk 来作为我们这一次的行程的一个策展观点 那我们的曲见我们有来自台湾各个世代的曲见 我们有来自陈锦玲的作品 我们有来自于业界剧的作品 我们也有来自陈锦竹的新世代的作品 我们有来自传统的工艺的作品 我们也有来自3D列印的作品 所以因此作品的取向有多元的技巧 有多元的素材 有多元的想法 还有多元的五套符号 那我们富标取为台湾快收尾 因为我们着重的是尊重自然 尊重精神 尊重生活化 公益展以人与自然 人与物件 以及人与社会三个面向 展现出以公益为介质的友善关系 开展当天盛逢双向园国庆晚会 除了向贵宾展示台湾公益文化之美 也借此传递台湾公益的精神与内涵 我自己在华府 总共前前后后在驻美代表处工作了12年 那曾经有一年的时间 我也在负责管理这个双向人 那所以其实我知道那个地方 对于台湾的整个历史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 那以往对我们外交工作人员 是强调它的历史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展览 可以把我们的台湾公益品 带到那边去 刚好又是到时候会是我们的国庆酒会 可以让外国人士看到台湾公益家的 最棒的一个人数 而且不只是看到公益产品本身 而且有一个前瞻性的 台湾可以把这个世界的这种艺术品 带到那边的方向去 所以非常感谢所有在场的公益家 还有主办单位 协败单位促成这一次的展览 我相信这一次的展览 会是未来诸多展览的第一部 这么好的展览 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国交部也会希望说 能够把它带到不只是只有美国 我们希望能够带到更多的地方去 我这一次展触的作品 是用金工红彤去锻造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的作品名称叫《卓纳自在》 那其实就是像是我们台湾在 不管是创意文化生活 族群都是一个多元广阔的一个包容 那作品的理念跟灵感来自于大自然 对生活的体察体悟 那这个呢是在转化之后 我再去对自己去从行而上到行而下 去跟生活跟人文对话完之后 创造出来一个造型 那这个造型也希望透过这个造型 材质以及形象的这个呈现 让更多的人民们民众们 以及国内外的好朋友 能够看到我们台湾的这个文化的多元 还有创意跟生活的这个无限的这个 未来的可能性跟包容性 人跟自然 人跟精神 人跟物件之间的三有关系 形成一种叫做Rain Talk 也意味着说 台湾的Crypt是如何的所谓 也就是说 什么叫做台湾公益 那台湾公益是如何的美好 它的美好就在于 我们尊重自然 尊重循环 尊重平衡 尊重生命力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设定的主题 叫做 台湾 TALK Green Talk 台湾Crypt Soware 的一个秘密取向 我想这样的主题诉求 不只是物件 也不只是空间美化 也不只是视觉传达 传达是台湾的公益的文化的价值精神 文化的符号 以及我们的公益性 面对异后世界逐渐归位之际 公益中心也期盼 透过国际性的展览活动 让更多国外朋友 一睹台湾公益之美 了解公益品中 蕴藏的台湾精神 与实用美学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跨国数位平台 对台湾新闻媒体影响越来越大 台大新闻研究所 攜手中家宽评 举办新闻产业与平台责任论坛 邀请产官学界代表 探讨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文化部长李永德也出席座谈 表示政府必须一起面对 相信透过公众讨论 政策上会更加的清楚聚焦 打开网页输入关键字 就可以浏览相关新闻内容 数位平台崛起改变了新闻资讯的流通方式 更严重冲击新闻产业 台大新闻所在中家宽评赞助下 举办新闻产业与平台责任论坛 邀请产官学界进行交流 文化部长李永德也出席座谈 并表示文化部的立场很清楚 就是支持新闻付费 这些大新平台到底在台湾 它获取了什么利益 或者是说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到底它在台湾的银额有多少 我很意外的 我问了很多的部位 相关的部位 竟然都不知道 因为这里面有包括社群平台 搜寻平台 还有OTT平台等等 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营业模式 这些营业模式 他们有的比较共通的就是 他们在台湾可能设一个公司有奖税 可是这个不代表它全部的营业 不代表它全部的营业 那到底全部的营业到底多少 有没有办法掉出来 当然这中间各种模式 包括政策建议 有很多不同的模式很多方法 文化部呢 我们基本上很清楚的地方就是 我们支持一定要复会 新闻复会 但是如何去谈判 如何去复会 复会了以后 如何去分析 什么样的模式呢 就是尊重 那么大家共同讨论 会中还发布一份 针对平面新闻产业进行的调查报告 并邀请场观学界代表 探讨新闻业与数位平台的合作模式 论均主持人之一 前政务委员郭耀黄表示 在跨国数位平台的影响下 必须寻求新的产业生态 才能提升新闻媒体的竞争力 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的关系 也不只在媒体分论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 就是新闻的产业 它的品质跟言论自由的问题 是包括是公益性的 就是一个国家 这个言论自由属于公益的价值 那媒体分论是属于私益的问题 那今天的论坛 我想大家可以从公益面跟私益面 一起来探讨 让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 彼此之间呢 能够产生一个共识 那看看如何共荣发展 那我想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 不是完全在对立面 而是必须要寻求一个 大家可以继续往前进的 一个新的产业生态 那我想今天呢 我们也期待政府 能够从这个 怎么样促进新闻产业的数位转型 来加速来推动 其实这个议题很复杂 它牵涉到我们的新闻业 它也牵涉到这些大型平台的业者 那同时 因为我们从国际的经验发现说 因为这个议题 我们的传统的媒体 跟跨国平台议价能力是不对等 所以其实各国都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邀请了相关部会 甚至于是在之前在政委时期 主导这个议题的跨部会的协商的 郭耀黄政委 请他来主持这个政策的讨论 那很开心 就是说这些各方的业界跟学者专家 都愿意一起来进行这个议题的讨论 会中专家学者也认为 数位平台不再只是协助媒体曝光新闻 而是扮演筛选新闻内容的角色 不只让传统新闻产制模式发生变化 甚至对言论自由与民主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在台大新闻研究所举办的论坛中 针对数位平台对平面新闻产业的影响 发表一份调查报告 显示数位平台崛起 不仅冲击台湾新闻媒体的发行量 对产制内容也造成极大影响 双方必须开启对话 引逆出完善的分论或是付费合作 才能共荣发展 台大新闻所举办的论坛中 首度公布了一份由跨校学者组成的计划团队 进行了研究调查 从产业概况影响层面到政策模式等各种面向 剖析数位平台对出版业新闻媒体的影响 这一次的调查报告就是包含台湾的杂志跟报纸 我们发现最主要他们受到平台的 第一个是在产业上面的影响 第二个是在内容上的影响 那在产业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因为整个数位环境的改变 让传统的这一些 不管是纸本或是广告的营收都下降了 然后遭遇到非常大的一个经营上面的困难 那另外呢 可以看到的是说在网路上面 他们能够取得的无论是直接的广告 或是来自平台的分论都还是不够的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在经营面发生的最大的危机 那在他们的内容面上面 我们看到最大的危机大概就会是演算法不透明 然后以及对内容的一些筛选 让这一些我们看到过去杂志或报纸 没办法独立自主的去完成我们所谓的第四权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没办法独立的这个监督政府 独立的去监督这些大的企业 那在新闻的这个产制上面就会流于八卦化或是琐碎化 那这个对于媒体的不管是产业或是他最后的这个社会功能 都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 论坛中针对如何与跨国数位平台进行谈判议价 公平会委员洪才龙也分享澳洲与纽西兰的经验 提供台湾制定规范的参考 澳洲当然是有立法嘛去年立法 那就是说要求这个数位平台跟他们的传统媒体进行议价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那个纽西兰是没有立法 然后但是就说因为由他们的传统媒体的公协会 然后出面跟他们的竞争法机关提出申请 什么样的申请呢就是联合行为的事先许可的一个豁免 联合行为的一个责任由他们一起来集体谈判 然后没有立法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一旦通过了然后数位平台Google跟你说 到时候就一样要跟这些传统媒体来做谈判跟议价 我觉得这个方法我觉得可能不思维 目前在台湾法律都还没定定的时候的一个可能的方法 台大新闻所所长洪真凌表示完善的分润或付费合作 不仅能改善台湾媒体营收上的困境 也可提升数位平台的服务品质 其实在这个数位转型的当下 那台湾的媒体的营收跟内容表现其实受到高度的冲击 那其实整个数位广告呢 其实都转移到大型的平台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其实包括政府部门文化部跟NCC 其实也有委托案去做大型的媒体的产业调查研究 那今天我们就邀请这个研究团队来做调查结果的报告 跟社会分享现在产业的现状 那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提出了几项 就是说未来可以去解决因应这些大型平台跟媒体之间的公平的议价 或者是各种的合作模式的可能 那我们希望说这些可能性提出来让社会各界可以继续讨论 那整体来讲我们希望说可以去改善台湾媒体现在营收上面的困境 然后包括数位平台跟媒体合作为了台湾的民主跟国家安全可以尽一份心力 新闻产业与平台责任论坛在与会来宾热烈交流下圆满成功 中加宽平透过赞助举办论坛也期盼能为促进台湾媒体产业正向发展尽一份心力 记者离席会议台北报道 国内空拍机产业越来越活络 为了培育专业空拍从业人员 崇佑科技大学耗资百万元 建置符合交通部民航局考场规格的无人机标准练习场 将提供给基隆市各级教育单位作为教学训练 实作运用推动无人机发展 空拍机缓缓升空 一旁的学员全神关注 紧盯着无人机 崇佑科大赤之百万 建置符合民航局考照规格的无人机标准练习场 基隆因为地形的特殊性 我想无人机比其他的县市更重要 因为这个可以空拍 那对军事用途还有民用途 还有一般我们的山坡 我们人走不到的地方都可以利用无人机 甚至于我们的海巡署 在基隆的话 这个也有它的特性 不管是我们的一般的漁民 或者是军用部分的话 无人机都可以达到这些功能 所以我想无人机在基隆的发展 应该是比其他县市更行重要 所以我们崇佑引力科技大学接下这个任务 也感谢政府相关单位给我们的支持 我们也是努力的投注我们的资金 开训典礼上不少学员满心期待 尤其是过去基隆欠缺 专业的无人机练习场 人才培训更是受限 未来也会从荣耀这方面 喷洒荣耀这方面来发展 毕竟也当作一个斜杠人生 副业 因为毕竟我的老家在嘉义 很多同学都是务农的 就由于有这个商机 自己也认为有这个商机 所以也就来参加这个班队 那是不是对以后的运用 跟以后的发展 那再做一个规划 除了培训专业的人才 这块专业的无人机练习场 将与基隆各级学校合作 作为训练和实用的基地 整个无人机 它是结合个数位科技 整个未来的产业 那我们希望基隆的 这个从幼影音科大 能够向下跟国中 国小端合作 我们希望学生 可以提早做一个适性的学习 那我们希望能够组学生的 无人机社团 跟从幼合作 然后未来让学生 提早认识这个产业 那这个无人机的产业 其实在这个台湾是 非常的蓬勃发展 那除了说军用的部分之外 还有民用的部分 譬如说喷洒农药啊 或者是巡山巡海等等的 那像我们市政府 其实产发处 这边在做巡山的时候 都相当倚重 无人机空拍下的这个专业 那我们也期待 这个无人机训练班 以后毕业的学员 能够投入到这个产业去 除了操作无人机之外 还有包括无人机的维修 检验的维修 基隆是少数 没有无人机考场县市 在建制完成 符合民航局标准 无人机练习场之后 从幼科大 下一步将向民航局 正式申请成为 正式无人机考场 让基隆在地的考生 不用大牢员 跑到其他县市考试 记者 黄绍铭 基隆报道 HOME PLUS 中佳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 开始啰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通负奖励 那你来拿 想请请假中佳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 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您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我是吴俊松 基隆长根医院近年来推动健康促进计划 在安乐区的部分目前已经有18个里加入 今年适逢重阳节和首度加入的英哥社区 在建德国小一起办理关怀社区议诊服务活动 融入亲子游戏守护家庭的健康和幸福 我们基隆长根呢 从2018年开始在基隆市安乐区推动健康促进的计划 那每一年都有就是新的有医院的社区愿意加入我们 那安乐区25个里 那今年就是总有18个里面又加进来 那英哥社区今年是第一年 就很感谢秦医员跟嘉丽姐这边愿意承接这样子的业务 我们每个月都会有护理师来社区一次帮民众做血压血糖量测跟胃教 我们就照顾社区的健康 那今天就适逢是重阳节的活动 我们把亲子的活动绑在一起 就希望大人小孩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 然后小朋友的部分我们还特别就是找了亚医师 来帮他们做口腔的筛检 那希望就是成人跟小孩的健康我们的医院都可以照顾到 今天也是接种重阳节的前夕 我们英哥社区发展协会 还有跟长根医院合作健康守护的一个工作活动 那因为我们想为了扩大这个效能 我们今天到今天的国小来举办 希望说这个活动呢 能带给大家一个彼此的一个所谓基本的检验 还有就是小朋友的一个乐趣 所以我们今天里面有除了血糖血压 还有小朋友持推检查以外呢 还有所谓的垂球体验 还有那个折子 然后还有精油的老师的现场的焦点 让大家了解精油的什么制作 以及它的功能 未来 它味道很香 它是用苹果香去弄的 可以自己做一瓶带回去 这个活动真不错 除了可以带爸爸妈妈来 这场老中青三代一起参与的重阳节活动 集合各单位的力量 在建的国小温馨登场 不只凝聚家庭的情感 也一起守护彼此的健康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多位民间善心人士也响应捐赠相关设备 希望透过软硬体的强化 有效维护消防人员的救灾安全 进入火场救灾前 全副武装的消防人员先到安全管制人员面前进行名牌扫描 金融市消防局率全国之先 在107年就开发救灾安全管制系统APP软体 以确实掌握消防人员进入火场状况 为了强化这一项救灾安全管制系统的功能 基隆四大庙之一的慈云市特别捐赠10万元 协助进行软体升级 因为我们那个消防局的消防人员 拥有的他们真的很辛苦 所以他们现在要装一种APP系统 他们才知道救灾人员到里面是否安全 所以我就代表慈云市尽一点点心意 慈云市的散举也获得民间三星人士响应 同时捐赠消防局六台救灾平板电脑 以及300片的管制名牌 让基隆市消防局长陈隆辉相当感激 这个应该算是我们整个安全管制APP的一个2.0版 那因为我们在五年前我们开始使用这个安全管制APP 来做我们同人进入火场救灾的一个管制的一个依据 那感谢那个主委这次捐了这些东西以后 我们进阶到2.0版以后 对同人的整个气瓶的管制 还有他那个整个名牌 进去同人的一个安全管制 有更大的一个保障 对进入火场搜救灭火的消防人员来说 这一项救灾安全管制系统更有如救命力气般的可靠 我们在进火场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背着那个面罩这样进去 那有时候在进去的时候 我们在针对人脸辨识的时候 比较不好辨识 如果他进去的话 他直接扫Q码的话 因为有时候我们九个分队人比较多 我们同时支援 用扫Q码的话 会方便我们那个平板管制的使用 这样子 除了透过QR code扫描 快速将火场相关资讯带入管制系统外 更新后的救灾安全管制系统更能及时计算出 进入火场的救灾人员 空气呼吸器剩余气量 让指挥官得以做最妥事的人员调度 保障每位消防弟兄的生命安全 那在平板电脑里面 就看到这个同仁他达到100下 吧 100吧以下 或是50吧以下 都会提出警告 这个同仁就会赶快出来 那我们指挥官也会呼叫 用无线电呼叫 请他赶快出来 消防局方面表示 将持续加强外勤消防人员 软体操作训练 让每一位在火灾现场担任安全管制的人员 都能熟练的操作软体 落实安全管制任务 职员市正不正 正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上个月出现缺水危机的机动室部分地区 在台风带来丰沛雨量后 水情已经转为绿灯 不过在仁爱国小后山最高的一处社区 上周却突然发生无水可用的状况 停水超过五天 在当地市议员协调下自来水公司方面 特别派员到现场会刊 一起来关心 打开水桶盖 里面装了满满的水 说起为什么要在家里放这么大的水桶除水 住户雨气充满无奈 这里是基隆市仁爱国小后山一处社区 多年来经常发生无水可用的情况 神奇的是自来水交产站与配水池就在马路对面 缺水问题却依然无法解决 住户抱怨连连 每一次停水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来 遇到停水 遇到停水的时候 我们都是最后一个才有水 最近呢 最近已经停四五天了 一年中间 可以说 今天十九月没水 都缺水 有停水就是我们这里先停 先停 先月有水 你看已经一周 一周都没水 这个时候已经几十年了 但是他们没有现在最近这么严重 那最近因为连续一个礼拜 没有水 所以他们这些都是连长者 他们要虚导都很不方便 金融市议员张方立接获 澄清后特别邀请自来水公司代表前来会看 水公司人员查看后 点出这一处社区缺水的真正原因 我监察跟用户调查 它是21户 共同用一支25口径的水表 第一个我们是 因为25口径的表 用21户里面上它的水量是不足的 第二个 它原先设计的水塔位置 跟现况是不符的 所以说第一个 口径过小 第二个它水头压力太低了 不符合那个 汽水管线用水条例 对此日前协调水车送水的金融市议员 郑文婷建议社区住户先凝聚共事 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 都必须要花一些费用 那所以还是要住户他们来做一个协调 取得共事以后 大家一起做这样才能够彻底解决 照方立则表示 除了持续水车送水服务外 现阶段先由住户自行装设加压马达 未来则需重新申请用户 以加大输水管禁 解决水量不足的问题 两车的水他们就可以 有这个机会可以用到水 然后再加上他们来装了一个加压马达 因为它的这个总水头 跟它的那个水管是平行的 它平行它过不去 所以这样子很麻烦 然后因为他们这个房子 当初是一个张子齐先生盖的 它的名字但目前是21户在用 那所以他们要整合这21户的那个住户 来整整整合成一户一个人的名字 那这样子才能够来申请那个管路 来换新的大管一点 那个管路换大一点的话 它的水才可以进得来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武俊松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 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 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 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琪谈关心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